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2月20日 星期六 現在錄音時間是星期六下午 我們也要關注一下緬甸的局勢 因為緬甸這次出現的情況跟以往有所不同 現在是一個互聯網的世代 大家想想 在這個互聯網世代成長之下 尤其是緬甸軍政府一直以來都要扮開明 扮演跟外國越來越相似 搞改革開放 吸引外資 亦有香港地產公司去買內比都 賣仰光的房地產 叫人去投資 做盡一切都是令人相信你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你不是一個 你不是一個 獨裁極缺 你不是一個法西斯 但實際上你也是 這件事是令到年青人 尤其是緬甸的年青人 會發生一個很大的 一個誤區 就是說 國家既然是這樣 我們有甚麼理由 不是 跟一個 外國一樣 我們要跟美國一樣 我們要跟西方社會一樣 最起碼我們跟香港一樣 香港被人鎮壓 他們也知道 但是現在 原來鎮壓 長期都是他們的頭頂 只是以前 不向他們鎮壓 現在鎮壓 其中一個在仰光示威的19歲時 今年20歲的少女 妙對對對海 那麼 就 死了 因為有警察突然向他背後開槍 還在醫院留意了10天之後死亡 家屬當然是十分之不開心 因為有死亡人 民眾 也都在 道路上設置制彈 這個跟六四很相似 因為這次 全世界的矛頭都指向中共 這個叫做緬甸軍方的總後台 所以 對於這個中共的商人 對於一些中資在緬甸 當然是首當其衝 而中共政府也是 激起了緬甸大規模的反共熱潮 這個浪潮 反共一個浪潮 我們說之前記得 支持這個二部曲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我們的 這個 後備頻道 星期二日報 那麼當然我們本身這個頻道就是要 按LIKE LIKE大家都好像少了 點擊廣告 堅設性留言 留言方面也少一點 大家不妨多點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以及愉快贊助 好了 這次 有電台報導 海外電台 說 緬甸人民普遍將矛頭 指向當地的華人企業 在緬甸的服裝生產商陳先生表示 17日上閘開始 在仰光的地方的 逼達鎮 國企 江蘇 高國泰投資的服裝工業員 服裝工業員 被緬甸工人圍攻 他們要求廠方 放有薪假期 讓他們可以上街抗議 不單紙你這個 其實陸陸續續有很多中國企業 被這個圍攻 但是中共 被禁止媒體報導中資企業被圍攻的消息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 有關中方在背後的動作的說法是謠言 呼籲緬方採取保護措施 華春瑩說 間接證實了中國企業和公民 在當地面臨安全的問題 互聯網觀察人士 表示 緬甸當地的反中情緒 說明了緬甸人非常清楚 這次軍事政變的 黑手就是中共 所以他們已經發起了抵制中國產品運動 這是還擊中共在背後的挑釁教唆 或者操縱 甚至乎他們鼓勵 中共為緬甸軍方提供子彈 軍人 甚至乎他們派賣 解放軍 喬莊 緬軍去鎮壓 也有這個說法 然後 現在就說會幫緬甸建立防火牆 有這個說法 我們認為 中共一直以來都是緬甸政變的黑手 而這次 還有在中緬邊境有大規模的衝突 因為 很多人 幾乎說每一天都有人去中國領事館面前抗議 而且在邊境 也都有人 也有大量抗議者 就去 向著中國的關口 叫做 端麗木者口岸 這個中緬邊境 民眾 就扔了很多玻璃瓶去洩粉 看到中國公安 就以磚頭還擊 即是扔回頭 說回緬甸的情況 緬甸人 當然是遷路於中共政府 以及杯葛中國的產品 在緬甸的華僑 其實那個處境也挺陷入 現在我們看回整個局勢 他們加強了這個鎮壓 大規模的搜捕 但是這個情況只會 更加激起緬甸人的反抗 因為 過去一年 其實19年開始 全世界那個模式都越來越像香港 蒙面 黑衣 黑褲 催淚 打口罩 打防毒面具 防催淚彈 全世界其實都是由香港作出 產生一個啟發 包括現在 現在仍在持續示威的 曼谷 泰國 也是有這樣的情況 當然 講智利 熱帶黑的情況也是學香港 但是緬甸人以往 軍方 曾經試過血腥鎮壓 但是這個已經過了很多年了 現在還可不可以血腥鎮壓呢 其實軍方 去到迫於無奈 他們也會這樣做 因為他們 如果 不是血腥鎮壓 這個局勢一定是沒有辦法 控制下來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緬甸跟香港的情況不同 他的國家 不是百分百受中國操控 始終他會有 其他的顧慮 他會看看 隔離鄰國 譬如是泰國的情況 隔離鄰國泰國 可不可以像香港那樣 採取一個大鎮壓 大規模的鎮壓呢 也不可以 你看看那個疫情在緬甸也不是很強 也不可以用限聚令為理由 不讓人上街 香港就是用這個理由 你們出街也抓 當久而久之 你變成 凝聚不了人上街的時候 政府就沒有辦法 作出一個叫做打不散人 當人民每天都上街 你根本就完全沒有辦法 他們已經試過斷網斷了很多次 斷網他們用一些原始的方法 製造一些 聲音出來 敲擊 敲擊那些碗碟碟碟 或者煲出來拍 這個跟香港的情況有一點區別 因為緬甸那個 那個地方始終不是很先進 相對是落後 所以 他們也會用一些比較原始的方法去作為通訊 現在整個軍政府 其實唯一依靠就是中共 因為在美國 對他一定會實施制裁 西方也會實施制裁 這個地緣政治上也很難搞 因為 這幾年 以前昂山素姬執政 由於這個羅興艾人問題 他跟西方的關係反而是冷淡了 西方覺得他也是幫兇 所以他自然 也投向了中共懷抱 也支持香港鎮壓 當然我們也覺得他 不值得 不再是我們的同路人 他也是一個劊子手 或者 他也是一個向極權低頭的政客 變成政棍 但是在緬甸人心目中 他仍然是一個很神聖的民主女神 那麼現在 這個軍方 由於有恥無恐覺得中共會支持他 他是不怕美國制裁 他 挺身犯險的機會很大 那麼如果挺身犯險 製造一個六四畫面出來 例如大規模的開槍 大手報 那麼這個其實 去到拜登政府也不可能不動手 拜登 大家也知道 我們看到他 很多時候說話 做話 全部都口爽河包留 民主黨也沒有行動 但是當緬甸 發生一個類似六四屠城的情況 那麼美國究竟要不動手呢 你沒有辦法不動手 甚至乎西方以美國為首的盟友 尤其是英國 因為 面對中共如此大的迫害 在很多方面跟英國針鋒相對 甚至乎是 用很多 政治上的壓迫 壓迫英國 英國其實 是有機會將緬甸 作為 西方世界跟中共一個較勁的地方 那麼如果緬甸真的是動手 大規模的血聲鎮壓 反而有機會是令到全世界的西方國家聯合起來 在緬甸這件事上 甚至乎是聯合國 那個決意度動手 當然聯合國 中俄也有 也有這個否決權 但是面對如果真是一場大屠殺 我覺得美國有機會會繞過聯合國 好像當年伊奈克那樣 直接在緬甸 實施可能派軍隊去維持部隊 直接派軍隊過去 到時中共就有排行 因為 這個不單止是軍事上的問題 甚至乎是全世界 再次勾起這個六四的回憶 因為六四 大陸年青人完全不知道發生過這件事 但是海外全部都知道 當大家 沒有事情發生的時候就淡忘了 但是 當相同的畫面再次出現的時候 人們就會回憶起這件事 上來 就會回憶起當年的六四 其實 有機會就是身受狗狠一起計算 這件事會不會是 觸發大陸 另一個 另一個 例如 追求真相 當人人談起這件事的時候 你有時禁不住 我們再討論一下大陸的民眾 那些小粉紅也好民眾 現在大陸的宣傳就是有人搞事 那些叫做 西方反華的政客 勾結港獨台獨勢力 在緬甸挑起事端 當你製造這件事的時候就很嚴重了 當緬甸開槍鎮壓屠殺的時候 人們就會去想 你向我們宣傳 有政客在挑釁 搞事 你是不是要用軍隊去鎮壓屠殺呢 人民 一旦去追查一件事 關在緬甸上來 就很麻煩 原來人們去到外國 全世界都看到一個新聞 如果緬甸發生了中國會屠殺 中國什麼時候有屠殺的 中國發生了什麼事 隨時 在大陸又有掀起另一件事 就是 人們去找回六四的問題 這個 這個 中共 也是有機會會考慮到 所以他是不是會 被膽子英國的緬甸政府進行血腥屠殺呢 我覺得這個相對也很難 這一節我們暫時分析到這裡